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些最快在周一将被驱逐 国会无法迅速通过立法延长禁令 该禁令已于周六午夜到期 民主党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现在由总统乔拜登政府采取行动 他们呼吁政府将暂停期限延长至10月18日 众议院科里·布什周末一直在美国国会大厦外的台阶上举行抗议活动 称立法者需要意识到这一时刻的紧迫性 布什说 在大流行中我们迫使人们离开家园 并将他们置于可能的致命境地 白宫已敦促地方和州利用国会以批准的援助 但对民主党的呼吁 白宫没有直接回应 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 上周四当乔拜登总统宣布他不会再次延长禁令时 他们感到惊讶 因为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表明 国会必须采取行动再次延期 立法者在禁令到期前只有几天的时间采取行动 这造成了挫败和愤怒 并暴露了与政府之间罕见的裂痕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克莫表示 纽约市机场和公共系统的工作人员将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疫苗 或每周接受检测 但周一他并未强制要求公众佩戴口罩或接种疫苗 民主党人敦促纽约的酒吧和餐馆采取行动 只为接种疫苗的人提供服务 并表示更多的医院应该要求员工接种疫苗 州长表示 实施授权将需要立法机构采取行动 以恢复已过期的紧急权利 当克莫谈到佩戴口罩时 他说 立法机关必须回来 我们必须通过一项法律来做到这一点 因此 我没有任何权利来授权 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说我强烈建议他们这样做 克莫宣布 从劳动节开始 将已经覆盖数千名市政员工的疫苗接种 或测试政策 扩展到大都会交通管理局和港务局 在纽约设施中的所有员工 这项政策将覆盖七万多名员工 但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接种疫苗 运输工会工人Local 100的主席托尼乌塔诺表示 他们将继续敦促成员接种疫苗 并将与MTA合作以确保广泛进行测试 过去一周 纽约州平均每天有近2300人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 高于6月底每天约300例新确诊病例 该周62个郡中几乎有两个郡达到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规定的 在室内佩戴口罩的门槛 卫生官员指出 冠状病毒的雕塔变体占纽约市新病例的72% 全国的感染率一直在上升 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建议在美国部分地区 即使是接种疫苗的人 也应该在室内佩戴口罩 这些地区的变体正在加速感染的激增 纽约州长和市长拒绝重新实施戴口罩的规定 而是强调疫苗接种是抗击大流行的关键 CDC引用了有关该变种在接种人群中传播能力的新信息 还建议全国所有教师、教职人员、学生和来访者 在室内都佩戴口罩 无论疫苗接种状况如何 一名苗族社区活动家祖尔格 于7月23日下午 结束了他为期19天的断食抗议 因为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同意调查上月被杀害农民的死因 EMS与苗族社区活动家进行远程连线 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此案 相机发生在沙斯塔山熔岩火灾的一个疏散点 该地区主要是苗族农民的家园 西斯基游县警察局最初隐瞒了有关6月28日枪击事件的信息 直到7月14日才公布死者性命 但还没有公布任何有关事件的进一步消息 包括有关促使警察至少向 霍杰开枪24次的信息 加州众议院邱幸福也出席了在线支持祖尔格 呼吁对这起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他说一个人失去了生命 我们都应该知道原因 他认为苗族社区和西斯基游县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当执法部门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没有联系或了解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过去40年一直在追踪 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仇恨犯罪的亚裔美国记者Helen 谈到了对此社区的不公正的历史 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一直被公职人员、政治领导人、教育系统以及刑事司法系统忽略 才会有不公正的和种族主义的发生 其中苗族和其他高度边缘化的社区特别被忽略和脆弱 8月1日第八届南加高校联盟松竹美奖学金新闻发布会 在洛杉矶Promona成功召开 本届松竹美奖学金是由著名华人教育投资集团 文美教育集团冠名赞助 由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主办 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厦门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和复旦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共同承办 今年松竹美奖学金有所革新 首先采用了高校联盟在联邦政府注册的 501c3教育慈善基金账户 所得善款将进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其次受奖对象扩大为在南加地区全日制学校 就读1到12年级的中华高校校友的子女 韩大陆、港、澳、台地区 最后本届奖学金增设友情赞助渠道 使得联盟各大成员校友会有机会参与其中 乐捐献爱心 目前已有12家校友会捐赠 这些爱心款项将会帮助更多优秀的学生获奖 我们扩大了这个申请中华奖学金的一个范围 我们这个奖学金申请的范围不限于我们中华高校校友会 这么一个成员校友会的范畴 我们扩大到了就是说所有在南加就学的1到12年级 其父母是来自于中华高校圈 也就是说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 这样一个毕业的他们的子女 在南加上学的子女 那么他们有资格申请 我们这个送准备奖学金 主要目的是评价他们的在美国的学业 以及他们的成长的背景 是希望给我们的华裔子女 有个好的一个生学条件 和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 更是就是作为一个纽带 连接华一代、华二代 让所有的华二代在主流社会中 更加积极地就是推广我们的宣传 我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从而就是回馈社会 对社会公益有一个全面的认知认识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活动呢 想把我们高校联盟这样的一个 聚集了南加、华裔、高智群体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有更多的认识 让华二代有更多的认识 让美国主流社会民众 有一个更多的认识 从而树立我们亚裔的形象 那么也是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松竹美奖学金最初是由清华大学 南加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共同发起 旨在鼓励南加州各高校校友的子女 更多的参与美国社会活动 提升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松竹美奖学金自2011年正式创办以来 已成功举办了七届 先后共有200名优秀的男家中小学生获奖 有什么比特价早餐更让人心动的呢 那就是提供您多种选择的特价餐 现在在McDonald's McChicken McDouble或Hot and Spicy McChicken 任选两份任意搭配 都只要三块半 追逐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 ICTnews.com 我是小洛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